那就是张静修的家 那么张静修是网清的一位官员 也可以说是真实家 但是他最主要的成就 还是提前在文化方面 用现在的话来说 他是一个艺术沙龙的主持人 才是一个艺术家的赞助人 所谓的艺术沙龙 就是他这个可原 他赞助的艺术家 就是岭南画派的先驱 二居 居朝和居连 那么张静修本人 肯定他自己的艺术造诣也不差 这个确实是不是张静修的作品呢 是的 从时代气息来看 确实是晚清的东西 绘画技法水平上来说 也是很高超的 寥寥几笔兰花 把他的这个文人气质 艺术气质 体现得淋漓尽致 所以呢 我认为呢 您这件东西呢 特别有收藏价值 尤其是在咱们东莞 我觉得呢 应该是一件具有代表性的 民间收藏价值 谢谢 谢谢 那太感谢了